那个号称销量要超越蔚来ET5的非凡F7 它今天来了 那这一次它是要来碰瓷 不不不这是要来对标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边蔚来的ET7 然后往这边走看到没有 这边是一个奔驰的S级 这胃口还真不小啊 所以这个非凡F7它到底是要对标谁啊 我觉得这个奔驰S级 它肯定不是它真正对标的一个对象 毕竟两者的差价放在那的 是谁都知道奔驰S级才是这个级别里面真正的王者 是不是是一个标杆 非凡F7真正的竞品 肯定还是我身后的这台未来的ET7 之所以它之前在下线的时候 把ET5锁定为它销量上面的假想敌 无非是因为它的售价跟ET5更加接近 但实际上从产品的层面上来讲 我觉得F7和ET5是两个不同的车型 包括ET5和ET7它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车型 就像我自己我是ET5的车主 我选择ET5并不是因为它比ET7便宜了那么几万块钱 而是因为我看中的是ET5的高颜值 以及它的运动性 在这个价位里是独树一帜的 所以我认为非凡F7它更加合适的角色 应该是未来ET7的评级版本 毕竟它比ET7便宜了十几万元 而且两者同样都是中大型轿车 在定位上面也是比较相似的 所以它们的客户群体也会比较接近 好 接下来我们去车内看一下 首先这个门 可以看到也是一个无矿式车门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市装车版本 实际上量产以后它也是会标配电系门 跟未来ET7是一样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坐到车内去 今天的重点实际上是体验非凡F7 它这个叫做巴赫座舱 这个座椅叫巴赫椅 就是重点强调这个座椅乘坐时候的舒适性 首先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座椅的柔软性 它的贴合度确实比较好 包括这个座椅也比较长 对腿部的支撑是非常好的 这个座椅的控制区有点像奔驰那种风格 然后这边其实是有一个bug 就是这个开门键在这里 按下去以后车门弹开了 但是你需要再用手把他推开 我们再来看一遍 先按一下 再把门推开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把本来简单的一个问题给搞复杂了 本来一步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动作 变成需要了两步 如果把这个开门键放这儿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 就像ET7一样 ET7是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点 这样按下去会直接推开了 前排的话 其实最显眼的就是这个43英寸的三连屏 整个连在一起的 但实际上它是三块独立的屏幕 然后副架屏这边的话 也是可以单独用来播放视频的 还有就是 我的头枕这边 大家注意到没有 它这个头枕 其实也是配了扬声器的 有什么好处 就是当你在导航 或者打电话的时候 这个主架这边 这个头枕音箱 可以单独来播放 相关的音频的内容 就不会打扰到车厢内 其他人继续去看剧 或者去听音乐了 现在来到了非凡F7的后排 入座以后 其实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座椅确实是比较的柔软 一坐下去整个臀部 会有一种陷进去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很好的包裹感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它是其实是有一个靠背 其实是有一个六度的 这么一个调节的 看到吗 它是可以动的其实 说完了座椅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车的后排有什么配置 主要是看这个地方 看到没 这地方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 8英寸的一个小屏幕 那这个小屏幕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实际上是可以播放视频的 看到没 看到吧 它实际上是可以用来看视频的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 这个角度肯定是偏低的 用在那个在那个空调出风口的上方吧 所以你如果看视频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姿势 看到没 这个姿势 那长时间的话 可能对你的颈椎又不是很友好 是不是 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吧 就是打发一些闲暇时光 随便刷刷剧啊 看看B站之类 这样还是不错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带来的 非凡F7清台体验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款车的朋友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更新 这款车的动态驾驶的真实体验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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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